台中雅致飯店席登峰館拍賣民眾戴口罩 進場殺光鈔票 音箱 音箱大多 一千六 我偶爾拿吹風機四個了 視訊舊親友來搶好康 人人都有口袋名單 最搶手的是這個 七千五 加床架加兩個床頭櫃 雖然是二手品 但無心級飯店情劇 富人買得開心 大家有需要 所以才買的 涼著有去摸看看還不錯 我覺得划算就買 超低價格讓這位小姐荷包大失血 台中雅致飯店在3月9號結束營運後 趁足約到期前 用特價出清策略 設法減少退場後的搬家作業 這其中包括當時總裁 延長受設計的工作台 量身打造一個至少十萬 也一樣要找新主人 不過防疫當頭扣除四十名工作人員 只開放五十人入場 除了量額溫戴口罩外還要實名制登記 會有寫一張的紙卡 那他們必須要確實的登記自己的名字 然後以做後續如果有病發或怎麼樣的一個追蹤 雅致飯店歷年虧損加上武漢肺炎疫情衝擊飯店席燈走路歷史 把館內能用的家電物品集合盤點後 不僅讓民眾撿便宜也讓民眾順便幫忙搬家 三新聞超生長SNG首组 台中報道 風刮